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通过数十年的努力与奋斗之后 在诸多领域都拥有了极高的成就 比如说大型水上作战舰艇建造领域 战机建造领域 导弹建造领域 超级计算机建造领域等等 然而说到我国战机研发时 可谓是得到了前苏联与俄罗斯的帮助 毕竟在新中国城里居出 国内的工业水平可谓是百废待兴 幸运的是得到了前苏联的帮助 对我国156个领域进行了援助 此外随着前苏联截取之后 俄罗斯再度向我国抛出橄榄枝 而且在战机领域也进行大力援助 这也是为何我国的歼5歼8等战机 均充满十分浓厚的苏联血统 随着我国开始纯国产战机研发工作之后 逐渐摆脱了苏制与俄制血统 正式步入了自主研发化 经过多年的发展 如今我国在战机研发领域 可以说是后来者居上 不仅拥有歼10歼16等先进战机 还顺利机身五代隐身战机俱乐部 拥有了歼20 对此外言认为 中国在战机研发领域 或超越了昔日的老师 俄罗斯与全苏联 但是作为战机核心部件发动机 却依旧存在着很大的硬伤 要知道我国研发的涡扇10A发动机 在2009年才达到俄制AL31FN部分的性能 在维修使用寿命领域 依旧落后于俄罗斯 要知道当时涡扇10的使用寿命 大约只有800小时左右 直至2018年才提升至1800小时左右 然而从2020年开始 中国双方的差距再度被拉开 毕竟我国的国防经费大约在1900亿美元左右 而俄罗斯军费仅有700亿美元左右 此外我国在战机航电系统拥有独特的优势 要知道无论是歼10歼16还是歼20 均搭载了最先进的有源相控制雷达 其中阵列提押组件数量大约在1700个左右 反观俄制N036有源相控制雷达的组件数量 仅有1550个左右 其次在五代机数量方面 中国加20大约在60家左右 而苏武器却迟迟没有量产 运计将会在2021年开始交付 因此可以说中国在战机研发领域做到了后来者居上 但是在战机心脏方面 依旧存在着很大的硬伤 至少想要在短时间之内彻底完成超越 有着不小的难度